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4月1日 我们进入美股个股技术快评 首先我们来看苹果股票AAPL 苹果股票在3月31日我们会看到 出现了一个较大的回答 并且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长长的一个下跌的K线 那它的收盘是跌破了五菌值 并且是收在了前一日K线最低的下方 那当然我们也会看到这个缺口已经被回补 那如果以这样一个下跌的走势呢 我们认为它的下一个目标一定会是去测试10日均线值 至少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会有一个新低的出现 那我们认为下方的支撑呢 就是我们画的这个水平线 这个水平线是我们会看到是 3月28日这个上涨K线的最低 对,它将是一个强支撑 对,那股价遇到这个强支撑之前啊 还是会触碰这个10日均线值 对,那假如股价在这个地方呢 生成一个变盘的信号K线 那么很可能会出现一个小幅的反弹 好,下一只股票 FB FB 我们会看到股价在3月31日没有向上 而是出现了一个回档 那回档呢 我们会看到它也是跌破了五均值 并且我们会看到我们自己定义的 也就是在前一日的这个3月29日 这个K线的最低 也就是225这个位置的标志线 它也跌破了 那原来在这个地方是有一个缺口的 它也将这个缺口啊进行了回补 那所以呢 下方一定也是会测试10日均线值 对 那么 我们把一条水平线上移 我们把现有的下方 这个也就是214的这个水平线 我们来看看啊 好 那我们把这个水平线呢 上移到这个位置 对 嗯 为什么要上移到这个位置呢 这个位置是 我们会看到是3月24日的这个最低 是214.79 对 我们稍稍上移这个水平线的目的呢 是在3月24日 它是一个起涨点 对 那么起涨点 我们会看到连续1 2 3 4 4个交易日上涨的红K 对不起 上涨的K线 嗯 那我们会看到出现回档之后 呃 这个水平线将成为它的一个强支撑 那也就是股价如果跌破了 呃 这条线呢 等于是把在这一波上涨的呃 K线就吃掉了 对 所以我们认为它是强支撑 当然 它遇到这个强支撑之前 我们认为在1月4日之后 1月呃 4月1日的时候 它依然会遇到 首先遇到这个呃 10日均线值 对 假如股价突破了10日均线值 并且跌破了呃 我们定义的这个支撑线 那股价一定会去看20均 也就是在20均再去找支撑 嗯 这样一来呢 我们其实看到股价一旦出现回挡 我们会投投高有了 那么现在缺少低低高 对 我们如果股价继续回挡呢 呃 假如遇到任何一个支撑 再去反转向上 那么FB的多头的架构将被建立 好 我们来看下一只股票 AMCN 亚马逊 亚马逊 我们可以看到连续三个交易日 现在我们说可以说是叫做下跌 因为在第一个下这个呃 出现这样的一个K线呢 出现这样的一个K线呢 叫做呃 执掌或者说是呃 反转或者是叫休息 那第二个K线出现我们叫回挡 那连续三个交易日我们会看到合并这是一个长长的下跌的K线 那这样的一个长长的下跌的K线呢 呃 也就是说他下行的动能是非常大的 虽然我们看到在三月三十一日这个120日均线支支撑住了这个股价 但是这样一个下行的趋势在四月一日接下来一定会有一个新低的出现 我们加一条水平线 嗯 这条水平线我们以前画过 对 也就是在三月二十四日这个啊 蜻蜓线的最低 对 当时我们画过两条线上方一条下方一条 我们认为股价会在这个区域进行啊盘整 对 那在这里加一个水平线呢 也就是说呃 这条线我们看看屏幕的右上方最低是3201这个点 对 那这个点呢 将是目前股价如果继续下行的话 他应该是一个支撑位 对 嗯 如果破掉这个支撑位 那我们会看到下方一定会呃去再去找20均 包括我们呃在下方的这个水平线 嗯 好 我们看下一只股票 AMD AMD 我们会看到他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跌 并且是一个跳空的低开 那他这个跳空的低开啊 就是一举就跌破了我们会看到在当日就跌破了5均60均10均 就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下跌 对 对 那我们基于这样的一个呃现象 我们先把上方的这些辅助线去除 对 好的 然后这条辅助线我们也把它去除 好 那我们保留下方的这个水平线 嗯 那这样一个强势的下跌 在4月1日 他一定还会下跌 或者至少会有一个新低的出现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下方的支撑位都有哪些 那我们会看到现在我们保留的这个水平线 这个水平线我们可以回顾一下 他是呃 三月十五日和三月十六日两个上涨K线 我们会看到是一个长的上涨的K线 这个实体部分的百分之五十 也就是这两天的上涨的百分之五十的平均成本线在这里边 对 所以他是一个强支撑 嗯 那我们会看到后续股价一路向上 然后强势下跌 我们会看到也是到了这个百分之五十的平均成本线 是对于这两日的呃K线来说的 哎到这儿有一个支撑 好 那后续接下来我们会看到股价接下来的支撑呃应该在这个地方也就是一百零八在这个位置 当然如果股价有一个呃在四月一日有一个比较呃高的一个开盘呢 那他如果再下跌他的支撑呃这个一百零九前低包括我们的这个水平线他也是一个支撑嗯如果再继续向下我们会看到是这个头头低下行趋势的一个上经线的和当日的K线的焦点是在一百零八附近 对 然后再向下的一个呃支撑位我们把这几条线都画出来作为日后的一个参考 好一百零八这个位置有一条线我们再来画一条线呃再接下来一条线呢是在一百零四这个位置 看一下啊对是和我们看到下方的这有一个底底高的一个向上的趋势的一个下经线和当日K线的焦点在一百零四这个地方 当然再向下我们会看到还有一个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一也是一个重要的标志线呃或者叫支撑线嗯这个一百零一我们会看到是三月十五日起涨这个K线的最低 它将是一个强志线呃这个是呃一百零一嗯再向下我们会看到是一百 然后是前低嗯当然我们会看到再向下就是呃在一月二十八日的这个最低九十九点三好那我们会看到在四月一日开盘之后我们会看到一二 二三对四至少有四将近五个支撑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四月一日这个股价再下跌会到达哪个位置那但是呢我们也不排除在四月一日可能会出现一个变盘的信号K线 对那我们会看到如果呃出现一个呃出现一个变盘的信号假如股价还能够沿着这个趋势线上行其实我们会看到这个底底高头头高这样的一个多头的架构啊是仍然是呃会被维持的嗯好我们说下一只股票 NVDA NVDA应伟达应伟达我们会看到他的股价是在一个回答中并且呢他是跌破了呃十日均线值 并且在当日我们会看到 它是一个含有上影线的一个 应该是一个中长红的一个 或者中红K线 那这说明股价在向上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在当日 它还是一个高开盘 股价在向上的时候遇到了压力 对 然后股价被压回 并且收在现有的这个收盘价 它跌破了10日均线值 我们也会看到它跌破了前一日最低 包括前几日 我们说这种盘整的所有K线的最低 还没有还没有跌破3月28日的最低 对在这里还有一条 还有一个小的支撑位 对好 那么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说明股价呢 还有继续向下的一个愿望 那如果股价继续向下呢 我们认为我们加一条水平线在259这个位置 好 259 对我们加在这里面 然后再把它向下 对 259我们会看到屏幕的右上方最低 是259是3月24日这个长长的上涨的这个K线的最低 它将是一个强支撑 也就是后续股价如果继续向下回调 我们会看到120均线值将成为一个支撑 那在接下来259将是一个强支撑 对 在这里呢 包括在说后几只股票的分析时候 我们都会强调这些支撑位 那虽然我们说它是支撑 还有另外一个含义 就是每一个支撑位啊 都可能对股价会不但会给它止跌 而且在每个支撑位都会有可能会形成一个止跌反转的变盘信号K线 所以我们在后续提到的 包括前面提到所有的支撑位都是指在这个地方有可能会止跌出现变盘K线 对 那只有我们在股价出现止跌之后 我们才能够再讨论它的横盘 或者说是是否反弹向上 好 我们看下一支股票 WFC 富国银行 富国银行在3月31日也是出现了大幅的下跌 并且我们会看到连续三日出现的都是接近于中长下跌的K线 那么这样的下跌的K线 如果我们把它合并 这是一个长长的下跌的K线 那我们会看到出现这样的情况下方年线 那我们认为在接下来的交易日 它很有可能会 不是很有可能是一定会有新低 那么年线可能会成为一个支撑 那在下方呢 我们画了一条水平线 就是我们会看到是3月10日这个上涨K线的最低 这个最低的数值是47.8屏幕的右上方最低 对 那它也是一个强支撑 所以WFC股价 就是富国银行的股价 如果继续下行的话 在下方有这两个支撑 我们看看它是否可能会变盘 那如果跌穿了这个支撑呢 我们会看到前面的这个最低 45.77股价一定会测试这个前低 好 那目前趋势辅助线呢 我们可以把这条线删除 我们再把这样的一条线也删除 对 好 那我们把 现在由于股价出现这样的一个下行 我们现在可以加一条辅助线 我们把 3月22日之后出现回调 股价没有再继续向上 而是到3月29日出现了继续回调 所以3月22日将是一个头 我们把头 头低 连起来 好 这样一来我们会看到股价后续上方的压力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这是它目前如果下行 它是一个下行的一个趋势 对 那下方呢 我们因为现在还没有见底 并没有出现反弹 所以我们不知道底在哪里 所以下方的底底是高 还是底底低的这个趋势线 我们目前还不能画出 好 这是富国银行 我们再说下一只股票 TSM台积电 我们在富国银行之后 还有一只股票 叫PYPL PayPal 我们先说PayPal 我们会看到在3月31日 它是出现了一个下跌的K线 并且这个K线跌破了5均10均值 那如果我们再向下看 我们会看到目前它的收盘价是跌破了前一日K线的最低 但是我们会看到在前面的一个起涨点 也就是3月28日的这个起涨点的最低 屏幕的右上方 112 目前股价还在它的上方 所以现在我们加一条水平线 这个水平线就是3月28日的最低 好的 那我们变换一下颜色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把上方的这个水平线再去掉 对 因为我们股价出现回调之后 后续我们要依据前面出现高点之后的这些位置来分析 所以上方的这些辅助线都可以去除了 我们也可以把这条辅助线去除 好的 那这样一来我们会看到在接下来的一个交易日 股价如果说继续出现下跌 下跌或者说是回调 112这个点将成为一个强支撑 那如果这个支撑被跌破呢 股价会回看这个20均线值 对 那目前我们认为只要 我们下方大家会看到还有一条水平线是 3月17日的这个最低 是106 对 虽然它是一个支撑吧 那我们看股价 在跌破20均线值之后 下方还会有很多的支撑 包括缺口 所以目前paypal的这个多头的架构 还是可以继续维持的 好 那么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今天paypal是否能跌破112这个线 当然我们补充说明一下 如果股价没有跌破112 我们会看到是将是非常利好的一个信息 就是在112这个地方如果出现反弹 股价继续向上 我们会看到它会继续在这个地方盘整 把这个20均线值向上带 这样一来呢 就出现一个打底的一个情况 对 当然包括在这个地方打底呢 也是在等待上方的这些均线值下移 好 我们看下一只股票 TSM台积电台积电台积电在3月31日出现了一个长长的下跌的k线 那长长的下跌的k线我们也会看到它跌破了前低 跌破了10均 5均10均包括20均线值 也跌破了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股价运行的一个盘整区 那这样一来啊 我们认为股价依照以前我们分析它的思路啊 股价很可能会回补下方的这个缺口 那回补下方的缺口呢 我们说这个102也就缺口上沿和缺口的下沿101将是一个支撑 但是这个缺口的中线我们想要加一条线 这个缺口的中线是在102附近 102.2 对或者靠下一边 但是这个缺口的中线也就是靠近102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纠正一下错网 刚才我们说的第一个支撑是缺口的上沿 是102.79这个位置 对 那缺口的下沿是我们会看到是101.65 嗯 好 那我们说的这个缺口的中线是在102附近 那这条线呢 将是股价如果继续下跌回补缺口的话 它将是一个非常强的支撑 也就是说我们预计是两个可能 有可能缺口呃 4月1日只回补缺口的一半就结束 对 呃 也有可能在缺口的上方即结束 但是如果股价跌破了这个102缺口的中线 那下方的这个缺口的下沿这个支撑是非常弱的 它会呃应该会在一日就会呃回补的这个缺口 好 当然回补之后我们会看到下方会有这个k线的呃前低97.151是一个呃支撑 那我们呃等待股价如果出现下跌回补的下方的缺口之后 我们再来看嗯 股价是否下行或者下行我们再来分析下行的可能和它的界限 那假如说我们还是认为如果在缺口的一半这个地方 如果出现了止跌的信号 那很可能股价还会在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区域内进行盘整 然后再次寻找方向是向下还是向上 好我们看下一只股票 ASML 阿斯梦 阿斯梦也是在3月31日出现下跌 收盘我们会看到是跌破了呃 五均值和十均值 其实他在开盘的时候就是一个低开盘 已经就呃跌破了这个均线值 但是在盘中我们会看到他在股价会呃在向上 但是欲五之五均值 啊股价被压回最后收在低位 嗯 那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我们会看到股价收盘虽然没有触碰到六十均线值 但是他的下行的愿望是非常强烈的 对 那么 下方的支撑呢 我们认为目前应该是在这个647的这个位置 嗯 我们画的这条线 也就是我们会看到是这个起涨开线的最低 嗯 同时这个开线呢 嗯 对 同时 对 这个开线是起涨的一个开线 我们会看到就是第二波起涨的一个开线 那么它的最低在这里边呢 会是一个强支撑 同时我们会看到啊 在呃 4月1日开盘之后 这个二十均线值可能会呃 和这个 这条线重合 或者说是可能在它的附近 对 那二十均线值也将会成为一个强支撑 所以这个阿斯梦股价如果再继续下跌或者回调的话 只要不跌破这个支撑 依然会有向上反弹的一个可能 那跌破的这个支撑 我们认为它很可能会去奔向下方的这个缺口 对 那目前的阿斯梦 其实我们可以把图缩小会看到 假如在这个地方找到支撑 然后 反转向上 那依然它现在是一个多头的一个架构 嗯 嗯 我们再延展去说 嗯 目前阿斯梦如果说转空头呢 我们会看到大的趋势是头头低 底底低是空头 但是从呃 3月14日以来的这样反弹呢 其实它建立了什么呢 头头高 现在 差 底底高 也就是我们会看它的回档 要回到哪个位置 不管回到哪个位置 只要在前面这个低点的上方 那么就会出现底底高 上方是头 或者在这个地方 头 头高 它就是一个多头 对 好 以上呢 是我们对这九只股票的技术快评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谢谢大家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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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